大家好我是朱伟伯 退税的钱已经到账了 最近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的关心啊 到直播间也问发私信也问我2023年 你退了多少水 就这么多兄弟没看到有多少 先不公布这个数字 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谁给交的 从哪交的钱又从哪来的 我们是拍短视频啊 就是海南字节特动公司帮我们交税 跟大家所认为的个人所得税 是不是一样 但是行业不同交的税又不一样 可能兄弟们交的税啊是百分之三 可能是起点是五千块 我们这边的是八百块钱就要交税 但凡每个月收入超过八百 就要交百分之二十 兄弟们可以具体自己去算一下 这样子前两天我发了一个视频 坤坤退了两千块 很多朋友哇不得了 阿坤居然在装情 没那么离谱 阿坤 一年差不多是 一万多一点吧 平均划算到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块钱 但是交税还是要交百分之二十 没有兄弟没说的 那么玄乎 一年十五万 一年二十万 哪有那么多 而且拍短视频啊 不是说每个人 这个 工资啊都一样 完全不同 每一个视频 每个人的内容 每个人的赛道 包括视频的时长 完播率 都不一样 有的人的视频长 可能三万播放量 他的收益就高一点 可能有的人他视频懂 更晚 呃 所以就低一点 我正面的工资多少钱呢 8200块 8200块 你们可以自行去算一下 就是我去年一年拍摊视频就用多少钱 其实跟 上班的工资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吧 共产 差不多 五千块钱一个月 六千块钱一个月 那会不会也差不多就这个工资 肥哥 这个退税啊应该是你退的最多了 我退税呢我只退了900多一点 阿面呢应该是退的最少的 因为阿面有半 半年没拍视频吧 阿昆呢应该是第二多两千元子 相对来说我的播放量 比你们这个 是要高一些的 对而且你视频 拍的比我们多 我们都是 拍一天休息两天的 根本都 没没放在心上 没把这个视频 也不没没有你努力 把兄弟们都叫一起去 今天晚上我做东 请兄弟们吃上那么一次 行好的飞个 今天不吃炒鸡有没有别的想吃的 那你这样说阿昆肯定是要吃牛肉羊肉 牛肉羊肉吃一顿的话那不得了 那肯定阿昆看到你 这个8000元子到手他肯定是 还会向你借上了门戒 到时候给你借上了12800的把丁了给他租了 他一看到这他两眼绝对得放光 他得放光他看到这么这么厚他的 他小心小心是他又得 回个整点回个整点 兄弟们之所以把这个钱给他取出来呢 是 有用处的 因为这个考研啊一直停止不前 刚好这个钱呢8000块作为一个 其中的一个资金 好久没摸过这么多钱了 上一次摸这么多钱的时候还是 康楼的时候好像有七八千块钱然后给兄弟们发工资的 钱摸在手里面 挺厚实 挺开心呀 希望呢明年的税 退的更多一点 也是政策好兄弟们你们的税有没有退啊 可以去看一看下载一个个人所得 税 APP 去查一查 兴许啊 你也可能能退不少欧 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